今天我在这准备移栽这颗龙沙 这个龙沙的生长的环境太糟糕了 这里面来说的话 不好得一些这么多的奥利费在里面 这个龙沙早就直接死掉了 整个的一个环境来说的话 这边这两根杆杆 底下然后是倒了混里头的 这底下然后全是剪扎底 这个龙沙以后我到现在是栽了有15年了吧 下面的一个最粗的一个枝条的话 差不多有个小手臂这么粗 现在我就给大家把这颗龙沙然后一起走 修剪细枝 裸枝 病枝和老枝 把坑挖大碟 加入我们家的配方土 用杀菌剂给根系消毒 加一点生根粉 里面有奥绿肥 可以不用加底肥 今天的龙沙宝石的移栽 然后就到这里 然后看我们移栽了以后 后面它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会为了花园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谢谢大家